据华商报11月23日报道 陕西西安的陈先生今年50岁 11月3日是陈先生女儿大喜的日子 10月25日给亲朋好友发了短信 邀请大家参加女儿的婚礼 几百条短信都是我点对点发 担心群发出问题 陈先生说 她的手机是联通用户 当天所有短信均显示发送成功 11月3日 陈先生女儿的婚礼如期举行当天 很多人未到场 原根据发短信数量定了40桌酒席 结果空下了5桌 因不能退直接损失近4000元 后来她从朋友出货席 很多人并未收到她的婚宴短信 还有朋友数落 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通知他们 是不是看不起他们 婚礼第三天 陈先生来到联通州制分公司咨询情况 对方称以前未出现类似情况 分析可能是陈先生发送相同内容 短信数量过多 过于频繁 后台误以试诈骗短信 自动进行了屏蔽或拦截 11月22日 中国联通州制分公司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由于事情比较特殊 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和解的方案 22日下午 中国联通西安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已了解相关情况 该负责人称 就陈先生反映的 他在发短信过程中 没有收到相关提示一事 公司正在进行核查 今后 他们会不断改进服务 看能否优化短信屏蔽触发条件